女儿引见老豆奸诈!马荣的爸爸竟然派人硬硬闯入王宝强的家!网民,太过分了! 去年最强绿帽得主非王宝强莫属!自己的老婆竟然跟经纪人搞上了,还挖空她的财产以及把一对可爱的儿女带走!真的就连老天爷都为她流泪了! 马荣自己建议为就这样,没想到连他的爸爸也不是好人,竟然派人硬闯王宝强目前居住的家! 王宝强前妻马荣的父亲被告派人企图破门闯入王宝强的住处,让网友得惜消息后纷纷替王宝强打报复评! 王宝强两年前自接前妻马荣出轨自己的经纪人宋哲,法院今年2月以马荣与他人存在婚外不正当关系为由,宣判两人婚姻关系解除! 无聊王宝强的住处5日经传遭二名男子企图破门闯入,而经查后这二名男子竟是马荣父亲支持派来的人! 据中国媒体报道,王宝强住处5日下午4时多遭二名男子带住马荣父亲的授权书,企图撬索闯入。 当时王宝强因出外景不在家,索性被人及时发现报警。 其中一名年轻男子向警方辩称自己有卡,有钥匙,进门是理所当然。 依这间屋子为王宝强所购买,目前王宝强也住在这里,但登记在马荣父亲马用立名下。 在2017年7月24日离婚案庭审中,朝阳法院作出民事裁定,对该房产进行查封。 据了解,即使该二男子由马荣父亲授权书,破门撬索仍属违法行为。 对前岳父派人向乌一事,王宝强未有回,但网友却替他打抱不平,痛骂说王宝强遇到这样一个老婆就已经够倒霉的了,想不到岳父也是这样一个垃圾人。 宝强啊,你到底上辈子做了什么孽,这辈子遇到马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